玛丽安东尼无疑是王宫里的时尚焦点 她引领着凡尔赛宫里贵族女性间的流行 对此她感到非常的自豪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人生假猩猩 我是猩猩 这个频道呢 主要是聊聊有关历史文化人文领域的话题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别忘了订阅还有小铃铛一定要开哦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法国最有名的王后玛丽安东尼 她和她的丈夫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 相继被送上了断头台 法国的君主制也随之瓦解 而这一切的导火线 竟然是来自于一条 王后从来没有拥有过的钻石项链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让我们一起进入玛丽安东尼的故事 玛丽安东尼又被译作玛丽安托瓦内特 她是哈布斯君主国 奥地利女王玛丽亚泰瑞莎 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兰兹一世 所生的十六名子女中排行第十五个 也就是最小的女儿 她的父母是自由恋爱结婚的 不是政治的安排 这在当时候的王室是非常少见的 所以即便生在王室家庭 气氛却是轻松和睦 不过这也养成了玛丽安东尼不拘小节 甚至有一点轻浮的个性 她的妈妈玛丽亚泰瑞莎女王 是一位很贤民很有能力的君主 而且哈布斯君主国的领地相当的大 主要的统治范围有奥地利 匈牙利 波西米亚 也就是今天的捷克 所以即便她很在意她的子女 但是她国事繁忙 实在无瑕好好管教 玛丽安东尼身为一位公主 理应受到良好的教育 但是她活泼好动 注意力不足 再加上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 从小也没有和姐姐们一样 被安排王室联姻 所以家庭教师便宠溺 放纵她 导致玛丽安东尼除了在音乐方面 有点天赋之外 几乎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 不过在她的姐姐约翰娜 因为感染天花而去世后 玛丽安东尼便成为 王室联姻的下一位候选人 1766年 法国和奥地利两个宿敌 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普鲁士 签订了和平条约 又为了更进一步 巩固两国间的关系 法国和奥地利王室 提出了联姻的要求 1770年 奥地利女王 玛丽亚泰瑞莎的最小的女儿 玛丽安东尼 出发前往法国 要嫁给法国的王厨 路易奥古斯特 出发前 女王和她的女儿说 你要对法国的人民很好 要让他们说 我为他们送来一位天使 为了展现两大强国建交的决心 法国和奥地利都极尽铺张的在准备婚礼 据说当时为了护送玛丽安东尼到法国 征用了全欧洲数万匹的马匹 就连随从都是面试挑选过的 玛丽安东尼出到法国时 法国的人民对这位打扮得一 相貌出众的太子妃非常的欢迎 只要玛丽安东尼一现身 就会引起大批民众的围观 在她与王厨的婚礼上 施放了大型的烟火 但因为围观的群众实在太多 引起了动乱 最后这场婚礼有超过100人 死于踩踏事件 王厨夫妻的婚姻初期并不太顺利 玛丽身心开朗 陆毅沉默寡言 两人的做起时间也不一样 再加上陆毅天生的生理障碍 一直未能履行夫妻义务 这让终于无事可做的太子妃 只好将注意力转向了 华服、美食、赌博等等 各种花钱的事务上 而陆毅可能出自于内心的愧疚 对这位年轻太太的各种奢侈花费 并没有做太多的干预 1774年陆毅15去世 王厨陆毅奥古斯特继位为陆毅16 玛丽安东尼成为法国皇后 此时法国的经济状况已经很糟了 陆毅15的过度参战掏空了国库 再加上连年的极端气候收成欠佳 使得法国的通货膨胀日益严重 失业率升高 社会开始动乱 但住在全欧洲最豪华宫殿凡尔赛宫 年仅20岁的年轻皇后 丝毫不受影响 她继续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 经常举办大型的舞会 还聘请专家来为她打理服饰 玛丽安东尼无疑是王宫里的时尚焦点 她引领着凡尔赛宫里贵族女性间的流行 对此她感到非常的自豪 1777年法王陆毅16终于透过手术 治好了她的生理疾病 她与王后接连生下了四名子女 但是生活困苦的法国人民 受够了这位毫无建树 花钱无度的王后 他们不再认为她是法国的王后 称她做奥地利的女人 甚至还谣传她生下的子女 是她放荡生活的结果 1785年压倒王室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了 那便是知名的王后项链事件 这件事我们要从路易十五说起 路易十五非常宠信她的情妇杜巴利夫人 她命珠宝匠打造一条 全世界最华丽的钻石项链 但是这条项链还来不及做好 路易十五便过世了 杜巴利夫人也被赶出了皇宫 这条总重有2280克拉的钻石项链 可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 于是珠宝匠便三番两次的 要推销给玛丽安东尼王后 但是都被王后给拒绝了 玛丽安东尼说 这条买项链的钱 都可以再为法国打造一条军舰了 此时事件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罗昂书记主教 罗昂曾经出使到维也纳 但是他散布了奥地利女王 玛丽亚泰瑞莎 也就是玛丽安东尼的妈妈的谣言 被驱逐回法国 玛丽安东尼知道这件事 所以从来没给主教好脸色看过 然后女骗子让纳抓住了机会 她用尽说服罗昂 她和王后其实是很好的闺蜜 王后很想买那条昂贵的钻石项链 但是碍于当时王室的风品不太好 王后不好直接购买 便要罗昂出面去购买那条项链 罗昂一听有这个机会可以向王后示好 便兴冲冲地去找了珠宝工匠 而珠宝工匠看是书记主教亲自来了 便不已有她将钻石项链交给了让纳 让纳转手就让她的丈夫将钻石项链拆解 偷偷送到了伦敦去卖 珠宝工匠迟迟没收到钱 便向王室追讨 事件因此而曝光 虽然因为主教出事的王后委托购买证明 上面的签名和玛丽安东尼王后 惯用的签名是不符的 证明这不是王后要委托购买的 是一起诈骗案 而相关的人等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是法国人民早已不相信这位奢侈的王后 他们还认为是王后购买项链不成 还找了戴罪羔羊 从此玛丽安东尼被称为赤字王后 这件事让法国底层人民对奢侈的王室的不满达到了最高点 法国第三级人民阶级的经济持续困顿 又对以玛丽王后为首的第二级贵族阶级极度厌恶 再加上人人生而平等的启蒙思想在法国人民间发酵 1789年法国第三级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 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其实一开始法国的人民对于历史悠久的王室并没有想要赶尽杀绝 他们完全有机会像英国现在的王室一样实现君主力限制 但是优柔寡断的法王路易十六选择带着一家大小逃跑 事迹败露被人民军抓回之后 玛丽安东尼为王室做了最后的努力 他泄露了军情给奥地利的军队 希望奥地利出兵镇压 虽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联合军队曾一度取得胜利 但是很快的就被法国军队和人民义勇军给击退了 君主力限制正式宣告破局 1793年1月 法王路易十六被斩首示众 九个月之后 他的王后年仅38岁的玛丽安东尼 打扮得宜 不卑不亢地走上了断头台 他留给他的儿子路易十七的遗言是 永远不要为你的父母报仇 但是不久之后 他的儿子路易十七也死在监狱了 奥地利文学大师史蒂芬兹威格写道 他是所有漫不经心的人里最漫不经心的 他是所有奢侈浪费的人里最奢侈浪费的 他是所有风流轻浮的人里最风流轻浮的 再也没有人能比他更好的表现18世纪的社会风情 他是18世纪的象征 也是18世纪的终结 玛丽安东尼王后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 别忘了订阅人生假惺惺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